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哥 大家好 小唐 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天使数字一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来说天使数字二 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去看前面几集你的订阅和关注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如果想看我们生活频道的朋友 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生活频道 那么上一集天使数字 我们说到了单数的天使数字 0到9代表什么意思 以及三个数字的天使数字0到9 对吧 四个数字的天使数字0到9 五个数字的天使数字0到9 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以及把两个单数组合到一起代表什么意思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来说 双数天使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以及各种组合是什么意思 双数天使数字 那么十一就代表的是熟悉的一个数字 偶尔看到十一什么的 都特别熟悉的那种感觉 就会蹦出来 双十一 对啊 所以就双十一为什么 大家就特别喜欢买东西 狂买 停不下来 号称叫剁手 经常看到十一就是你 被要求去检视你生命中的一个状态与关系 为你创造了它们而负起责任来 负起责任来之后 假如你真的去这么做了 你就可以改变了 二十二则代表的是建筑大师的数字 换而言之就是 他的建议就是创造你想要生活的一个大好时机 所以挺积极的努力的去显化你的这个愿望 还说建筑大师这二十二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如果经常是你看到二十二代表是 你想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去创造它们 三十三啊 这是就是灵性意识的一个数字 所以假如你经常看到这个数字的话 它就是一个宇宙的讯息 所以你经常看到三十三的话 就说明你这个灵性的发展是比较合适的 很好的一个状态 四十四是这个黄金亚特兰蒂斯的一个震动 就是说他邀请你啊 将这个亚特兰蒂斯的这个能量 而注入你的生活当中 生活就如同他们当时生活在第五个维度是一样的 和谐啊 并与他人一同合作 生命形式都是共存的 合一的一个状态 五十五呢 代表的也是一种能量的震动 邀请你啊 就是超越一般世俗的一种看法 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开悟 而努力你自己 请记得啊 就是五十五 它代表的颜色是金橘色 所以啊 开始去和它调和一致 聆听就是外太空灵性的一个高层的一个讯息 六十六则是就是接受你的存在 为宇宙的存在 当你看到这个数字啊 就是在提醒你啊 你不只是地球上的一个人 那么你还是啊 一个伟大的宇宙的一个存在 它能够影响到整个宇宙 七十七就是天堂的一个震动 它邀请你与高我一同活在第七个天堂 所以啊 它呼唤你尽可能的多花一些时间呢 与地球天使和大师们啊 还有宇宙啊 相连接 它是一个更高层开悟的一个召集令 那七十七是一个好数字 嗯 八十八代表的是你一个自我的一个存在 也就是你从神那边而来的一个原始频率的一个震动 就是讲你啊 和你的指导灵啊 合而为一的一个状态 哦 九十九啊 就是说你已经熟悉了地球的这种学习的一个状态 嗯 如果你经常能看到九十九的话 那么数字组合是什么呀 就是天使啊 经常给你的讯息啊 是一个或者多个数字的组合都有关系 如果你收到的讯息 包括三个或者更多数字组合 可能啊 去组合出其他的答案 例如啊 你一直注意到三又二 嗯 那么数字三与一啊 组合的意义加上一和二的组合的意义 对那为什么不是三跟一二 或者是三一跟二 为什么他中间还要再加一个一啊 嗯 或者说如果你感觉到被指引啊 可能是数字相加 然后继续啊 把所得的这个个位数字的数字啊 再相加 直到得到这个个位数的数字 我知道 就像算那个 不是有些很多心理学吗 他不是在让你算 比如说你的生命数字 让你算生命数字 生命数字就是 比如说像我的话是 加三再加四 全部加起来的数字 如果是一个双数 双位数 双位数再相加 加到个位数为止 就一到零 嗯 然后就是自之前列出的三个相同的数字的意义中啊 查看这个特定的数字嘛 然后你就得出了这个含义 比如说这个一与二 对吧 例如就是一二一或者是一一二 那我们的思想就像开始萌芽的一个种子 你或许看到了一些你梦想追逐啊 结出果实的一种迹象 这些就是代表着这个事情正朝着你啊 想要发展的那个方向 而在发展 所以请保持你的信心 那么一与三啊 或例如一三三一一三啊 对于你的这个思想过程中啊 大师们与你啊 共同合作 在许多方面 他们就如同你的心灵导师 教导你有关梦想成真 古老智慧啊 他们送你能量 使你不气馁 鼓励你啊 保持在专注在你这个灵魂真实的这个目标上 除此之外 就是大师们也能针对啊 就是你生命的目的而提供忠告 指引和建议 然而他们总是知道我们啊 一切的创造都始于你的这个想法与念头 一与四啊 例如一一四或一四四 就是天使建议在现在 就看着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想法 他们建议你现在可以许一个愿望 因为你在这个片刻正处在一个 可使你的想法实现的一个入口处 如果你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那你看到这串数字的话 马上许下你想要实现的愿望 没准它就实现 一与五啊 就例如一一五或五五一啊 你的想法创造出你生命中的这个改变 你需要持续的将你这个想法 而导入你想要的一个方向 如果你看到即将来临的一种改变的话 那么你就要坚持下去 一与六啊 例如一一六或六六一啊 持续让你的这个想法与上天而连结 解释就是任何啊 对物质层面的这个担心 意思是指就是现在 祈求你啊 休整在物质世界中啊 令你不愉悦的干扰你的这个思想的这些东西 嗯 去把它清除掉 一与七就例如是一一七或者是七七一啊 这个讯息是对你做的很好的一种肯定 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啊 继续前进 代表你已经啊 谨慎的选择了你的想法 对吧 以及你更稳定专注在你的目标之上 那么一与八或者是一八或八一八啊 就是说你正在接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束 全然的交出与释放那些你生命中不再有有用的这个部分 负面的这些能量都把它抛弃掉 因为你所想要的更好的生活即将到 那么一与九啊 例如一九或者是一九九 就是代表着一扇新的门啊 为你打开 这是依你所想而产生的 你现在啊 有机会当面去注视你的想法 让旧的事情啊 去瓦解掉 因为它啊 会根据你所想要的 而被新的所取代 嗯 那么二的数字组合的意义啊 又是什么 二与一啊 例如二二一一二啊 他们跟那个一与二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说我们的思想就像开始发芽的种子 二与三啊 跟这个三与二 也是一样 反过来说的 大师正在协助你 比如说以新计划的一本书啊 对吧 分享你的兴奋啊 你的每件事都做得很好 大师都能够看到 享受你生命的这个新的阶段 那么二与四啊 比如说二二四四啊 如同灵性之书奇迹课程中所说的 就代表着这个天使正在滋养着你这个新的生命的目的 代表你做出的 想要的事情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时机 你有来自于上天的协助 这个时候啊 你特别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孤单一人 那么二与四的数字啊 顺序是来自于天使的讯号 就是告诉你 他们现在啊 密切的与你正在合作 二与五或者是二五五 比如说二二五 对吧 你祈祷啊 与意愿一直都非常的清楚强烈的 与毫无保留的 就是你现在生命中的改变 将会比你预料之中而更快的到来 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候啊 别让他困惑 他们可能会以你啊 不预期的方式而出现 所以保持自己的那个信心 时常与神对话 并寻求啊 再度的一个确认 就比如说冥想 对吧 我们经常就是在冥想 你的熊熊也冥想 因为只有冥想的过程中 才能够保持着与高维啊 来沟通连结 熊熊也打中了一下 那么二与六啊 例如说二六六二二六啊 会有新购置 新天的物品而来到你的身边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 那高组应该挺开心 比如说你新买了一个车啊 新买了一个房 新买了一个手机 对吧 新买了给你喜爱的电子产品 那么二与七或者二七七 二七二 就是说你最近正在申请 一个新的工作 学校贷款 那么这些数字 刚好就代表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请坚持 那么你这个新工作 或者说学校或贷款 将会成功 二与八啊 就是例如二二八 二八二呢 就是一扇门打开 另一扇门将会关闭 就是说这是处在一个 转变的时期 引领你采取行动 二与九或者立于 二九九二呢 就是说如果你最近正在面临着 失去工作或爱情等等 在不久的未来啊 他会被其他的 新的工作和员活取代 每件事情都是对你有利的 尽管许多的祝福 都是在事情的背后 而你怀疑的 神是否已经遗忘了你 他们就说就不要担心嘛 感觉啊 你现在的生命的能量 是向前的 你并非啊 因为你被惩罚 才会有失去 而是宇宙正在为你准备 一个新的一切的事物开始 就看到这个数字 就也不用太回心是吧 是这个意思 对啊 二与零啊 例如两百或者二零二 就是说神要你知道 他并没有忘记会遗弃你 他会全然的爱你 事实上 神在为你的生命安排 下一个美妙的一个新的阶段 时常就是与神对话 而你就会感觉到 这即将来临的一个奇迹 谁也不会提醒你 还这个奇迹 马上就要来了 对吧 提醒你一下 那么在你想要的结果达成之前 特定的因素 必须要先形成 就是有一个过程 不可能的 想什么瞬间就来什么 所以你只要继续的坚持 你的想法与信心 没有任何的阻碍 你所得到你想要的 就可以 三与一啊 例如三一一或者是三一三 对你的思想的过程 也是大师 反正三就是代表大师 在许多这个方面 他们就如同你心灵的导师 指导你有关于梦想成真 智慧 对吧 能量 使你不气美 鼓励你 之前我们都说过 一与三也说过 都一样 三与二 例如三二二三三二 也是大事实协助 然后就是你心的计划的一个 共同创造者 因为二就代表是两个人 有人协助你 如果你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大师们能看到你未来 将会充满信心 三与四就是三三四 三四四 就是现在你周围有许多的协助 也是离不开大事 那就是我现在啊 小唐的身边 现在就有很多人的协助 就影响他慢慢的一个转变 天使也在协助他 指引你 爱你 对吧 伸出援手 嗯 小唐也爱我 三与五啊 就例如三五三或三三五 那么这就是生命中 重大的一个转变的关头 也是大师会协助你做好准备 他不要你知道 他牵着你的手而度过这个改变 一切都会没事 三与六啊 例如三六三 三三六 就是大师们正在帮助你 显化要完成你神圣 生命任务所需的一个物质 所以你看就是三嘛 代表大师 六呢 代表物质 所以就说大师们正在帮助你显化你想要的达到的物质 三和六就这个意思 无论是学费 治疗 还是工作 大师们都会帮助你将它带给你 我还挺小的 那你要经常能看到三和六 但我的生命数是三和四 所以三和七呢 就例如三七七或者三七三 大师们就是充满了喜悦 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你真实内在的神圣 也是因为他们赞同你所选择的这个道路 他们要你知道啊 就是你值得拥有快乐 三与八就是三三八或三八三 就是大师对你说啊 继续前进提升你的能量以及你的想法 还有感觉 依据你与这个灵性 与每个人和万物合一的一个知识啊 重新调整你的这个观点 三与九啊 就例如三九三三三九 这个强烈的讯息是关于释放你生命中啊 不再真实或者是已经完成的目的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不要因为啊 遇到恐惧而就是抓狂 抓住这个情况不放就死心眼 抓牛角尖 他这个意思就是要你啊 对你自己的未来啊 而保持一个正向的观点 所以大师们会帮助你啊 从更高的爱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事 三与灵啊 例如三百或者是三三零啊 就是神与大师们试着想要得到你的注意 你看灵就是神嘛 三就是大师 就是说是否有一些呢 指引你近来一直忽略的事情 比如说你没有冥想啊 与你的指导灵沟通啊 太专注于别的事情了 忽略了很多事情 就是要指引你去聆听 并追随你的这个神圣的知语 四的数字组合 就是比如四与一啊 就例如四四一 四一一啊 一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使你这个想法实现的一个入口 刚才也说过 四与二就是四四二 四二二等等 就如同啊 灵性之书嘛 刚才也说了 对吧 代表你在做出重要的转变的时候啊 你有来自于上天的协助 四与三就是例如四四三 四三三 就是你周围有许多的协助大师啊 这也说过了 会指引伸出他们援助之手 四与五啊 就例如四四五四五 就是现在天使在致力于协助你做出啊 生命重大的转变的一项 请注意 四与六 那四四六啊 天使请你注意啊 你的焦点 太专注于物质世界 哦 一直追求物质 就希望你精神物质啊 要多加平衡 四与七就是天使恭喜你啊 并说啊 做得好 请继续保持 唯有当 只要是七就是好 反正就是保持心中的这个心念的集中 正向的一个效果 四与八啊 就是来自于天使的讯息代表就是 神秘中的一个阶段结束 会指引你到更适合的一个阶段 四与九就是天使对你说就是 去释放任何已经结束的情况 当一扇门关闭的时候 就是一扇门又打开了 会帮助你打开新的大门 并疗愈啊 所经历的改变的所有的痛苦 四与灵 那就是四就是代表天使 三是大师 灵呢 就是神 七就是好 六就是物质 八无限 对八是无限大 对 九是那个瓶颈 陪伴和协助 是二 四与灵 就例如 比如说神与天使要你知道啊 你是被全然的爱着的 他们请你多花一点时间去感受整人 因为这份爱将会回答你许多的问题 与解决任何的一个 你生命中遇到的挑战 五 数字的含义 比如说五和一 就是你的想法创造出这个 生命中的改变 持续的将你的想法 导向你想要的一个方向 五和二就是 你的这个祈祷的意念是非常清楚的 强烈的 毫无保留的 因此就是改变会比你预料中啊 更快来到 难道五是改变 五与三呢 就是这个生命中有重大转变的关头啊 大师会来协助 五与四就是天使 致力于协助你做出重大的改变 你看就五就是改变 三是大师协助 四是天使协助 五与六就是 你的物质生活会有显著的改变 六是不是 就是那个 这就解开了嘛 五与七就是 确认你即将到来的改变是正确的 无论是你的身体 心理上 五与八你看 就是代表你处于即将改变 就是不要害怕 在整个过程中 你都会被支持着爱着 这是即将发生的一个 九呢 就是五与九就是迎接新的改变 重要的是释放旧的 就是让你放去旧的 迎接这个新的改变 因为你正在一个新的大门的入口处 五与灵就是啊 重要的讯息就是 让你知道你的生命转变 是在神圣完美的秩序之中 那么这些转变会给你一个 较高的自我的一份礼物 是来自于神 而与神的意识和谐一致 神那个帮助你的 对 代表零 所以老看到五百啊 五百五啊 这种数字 五百五呢 那就把二五零结合起来嘛 就是你这么两个人 对吧 需要在神的指引下 去改变 因为已经二百五了嘛 你这么傻了 你当然要改变一下嘛 对吧 那么说到六了啊 最重要的物质环节 六与一啊 就例如 六一一或六六一啊 就是持续让你的想法与上天连结 释放任何对物质层面的一些讯息 就是有些人会担心自己的物质 想赚更多的钱 就向上天祈祷 对吧 但其实光祈祷没有 就想要上天赐予他 比如说就跟败财神一样嘛 让我赚更多的钱 让我的工作更好 赚更多的钱 对吧 那其实这个作为就是在于你自己 嗯 因为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被注定的 我们只能修饰 那么六与二就是代表着 会有新购置 新天的物品 对啊 因为是物质嘛 又是二 二是代表两个 多个 对啊 或者是你新天一个物质的女朋友 来到你的身边 哎呀 六与三啊 就是大师们正在帮助你 帮助你完成 显化你想要的一些物资 无论是学费 对吧 医疗教育 这我刚才也说过 三与六是一样的 六与四就是 天使们注意你 你的焦点太专注于物质世界了 请将它们转移到心灵方面 天使将会帮助你 平衡你在这个物质和心灵方面 六与五就是 物质生活有一些显著的改变 经常看到六 我就会买一些新车新房啊 六与七啊 就是指你的想法与物质世界中工作 都在一个正确的目标当中在进行 你已经成功的平衡了你的想法和活动 照顾你的身心灵 做得很好 六与八就是 你即将与物质世界中的一些东西而分离 例如卖掉财产 如果你并不想在物质生活上而失去或者是卖掉任何东西 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 改变这个方向 六与九就是放下你对物质的执着 特别是如果你对某种类型的物质拥有强烈的执着 那么这个数字就请你释放掉这个执着而离去 抽离 六与零就是这个来自于你造物主的讯息 是关于你这个物质生活的 是来自于神的这个神圣的指引 而减少专注你在物质生活欲望上的一个专注度 这并不是神要你过贫穷的生活 而是造物主请你试着一灵性的方式来得到你所需 七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数字 七与一啊 这个讯息是对于你做得很好的一个肯定 你现在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稳定专一的一个目标 七与二就是你最近啊 是否最近申请过一个新的工作 学校和贷款等等 七与三啊 就是大师们啊 赞同你选择的所有的道路 七与四就是啊 天使说你做得很好和恭喜 七与五呢就是 请确认这是你即将带来的一个改变 会使你在身体情绪心智上而得到丰富 七与六就是 使你的想法与这个物质世界中工作 这个目标啊 就是你已经对啊 一致了 你已经平衡了 你的想法有活动 你把这个物质都控制得很好 七与八就是例如 例如是一段关系快结束了 这是确认你 感觉是正确 七与九就是 恭喜你 你已经退去的生命中旧有的部分 那又不再适合你 正生活出一个更真实的一个自我和生命 七与零就是 就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肯定 他给予了你肯定 给你啊 已经在从事这个身心灵工作的一个高度的赞赏 八与一啊 就是代表你正在接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阶段的一个结果 八与二就是 一扇门正在打开 另一扇门正在关闭 请仔细的聆听你的直觉 他会在这个转变期间而引领你采取行动 八与三就是 大师们对你说 继续前进 提升你的能量 以及你的想法和感觉和焦虑 八与四就是 这是来自于天使的一个讯息 代表你的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即将结束 他们要你知道事情会慢下来 并协助和指引你共同而找到一个方向 八与五就是代表即将改变 不要害怕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被支持与爱着 八与六就是 即将与物质世界的一些东西而分离 例如我卖掉财产 或者是你并不想在物质生活上失去和卖掉的任何东西 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 改变这个方向 八与七就是 你是否感觉到生命中的一部分 例如一个工作和一段关系即将结束 但是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选择 正确的道理 八与九就是例如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将要结束了 随之而来就其他的事情像这个骨牌效应一样都会结束 达到终点 然后呢 新的一个大门和事件将会敞开下 所以他说不需要担心 八与零就是类似于对你祈祷的一个回应 九与一就是一扇新门为你开启 这是一你所想而产生的 你现在有机会正面的去注视你的想法 九与二就是你最近在面临失去工作爱情等等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其他新的工作爱情所取代 每件事情都对你有利 九与三就是关于释放你生命中不再真实而已经完成的目的的情况 不再因为恐惧抓住这个情况而不放 要知道每个片刻都是被照顾着 九与四就是是时候去释放任何已经结束的情况 当你关上一扇门 神主为你开启另外一扇门 对啊 九与五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改变而发生的 重要的事情就是释放旧有而迎接新的东西 九与六就是放下你对物品的执着 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某一个东西 特别是如果你对某个类型的物质拥有强烈的执着 那么这个数字应该会频繁出现 九与七就例如生命中逝去的 已经不再适合你的东西 那是对的 因为你正在活出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自己 你对自己的高度的看法 与你自己的行为相吻合 九与八就例如是你生命中一个重要阶段结束 随之而来新的将会开启这个说过 九与灵就是来自于造物主的讯息 代表你的生命的某个阶段的部分 在神的指引下刚结束 而没有任何的真正的失去和死亡或者是意外 那其实九就是终点的意思 结束的意思 不管是好的坏的 对 因为九完了就成了神了 灵就是 灵与一就是代表神与天使 有力量的指引 请你改变你的想法 或许是祈求更快乐更健康 灵与二就是神要你知道他并没有忘记你 会遗弃你 他还会全然的爱着你 灵与三就是神与大师们是要得到你的注意 是否会有一些指引你进来一些忽略 灵与四就是神与天使要你知道你是全然被爱着 灵与五就是 是要你知道生命的转变是在神圣与完美之间 灵与六就是这个来自于你造物主的讯息是关于物质 生活是来自于神圣的指引 请减少专注在物质的欲望上 灵与七就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肯定 给予你在从事身心灵的工作上面的高度的一个赞赏 灵与八就是代表即将来临的结果 是整体神圣计划的一个部分 它是对你祈祷的一种回忆 灵与九就是代表你的生命的某些阶段 在神圣的指引下刚结束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灵呢就是神对吧 一呢就是个人自我 完了二就是陪伴新增新增物品啊什么的 三呢就是就是大师各种大师帮助协助你 四就是天使五就是改变六就是物质 七就是正确八呢就是即将结束 九就是重生对差不多 要结束你现有的阶段为你开启另一个新的档 以上就是天使数字的这个介绍总结嘛 那么观众朋友们你们经常看到的是哪种数字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 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吧 你的订阅和关注呢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 别忘了三连哦 拜拜